第八题 如图呢 数线上有相议四点相议 不同的点 ABCD 分别表示呢 32 4x-8 3x加7跟43 如果呢 x是一个正整数 而且ABCD的相对位置 如这个图所示 则x等于多少 请特别注意 虽然它的图画起来好像 这个A到B的距离 跟B到CC到D好像一样 题目没有讲 我们不可以这样子做 那这一题要怎么做呢 只有一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相对位置 第二个就是说呢 x是一个正整数 那怎么办呢 既然有相对位置 我们就利用相对位置来 列出不等式 第一个式子呢 A在B的左边 A在B的左边 也就是说呢 32呢 会小于4x-8 A在B的左边 能不能等于 不能因为题目上说 它是相议的四个点 不能等于 只能小于 32小于4x-8 来算一下 计算一下看看 减8呢 移到左边 变成40小于4x 两边除以4 10小于x 也就是说呢 x会大于10 好 x大于10 这是第一个关系式 x大于10 请注意 请注意 x是正整数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关系式 4x-8 和3x加7 B在 C的 左边 所以呢 这个4x-8呢 会小于 3x加7 还是不能等于 因为它这四个点呢 都相异 把3x移到左边 4个x 减3个x 小于 7加8 也就是x呢 小于15 好 其实从第一个跟第二个 你就知道咯 x比10大 比15小 它是正整数 从1跟2 我们就知道 x有可能 是11 12 13 14 不过呢 这个还是选不出 到底是哪一个答案 我们继续往下算 第三个呢 我们发现这个C 在D的左边 也就是呢 3x加7 会小于 43 把7移到右边 3x小于 36 所以呢 x就会小于 12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三个呢 这个把它合并起来看 x比10大 比15小 而且又比12小 比10大 比15小 有可能是 这个 11 12 13 或者是14 那我们第三个 关系是呢 又算出来说 x呢 必须要小于12 必须要比12小 所以呢 只剩下一个答案 比12小呢 只剩下一个答案 其他都不行 所以我们知道 最后得到 x就是11 答案选b 嗯 比12小于